欢迎收看中央社全球视野 我是吴依林 2015年夏季特殊奥运在洛杉矶开幕 全球有165个国家超过7000名选手参赛 中华队今年派出58位运动员参加 不少侨胞特别到场挥舞国旗为中华队加油 美国第一夫人秘雪儿代表欧巴马出席 她热情欢迎来自全球的选手也以他们为傲 中华队也不负众望 第一天就传出嘉音 游泳选手曾宜轩在200公尺混合赛 以3分46秒为中华队拿下地面金牌 2015夏季特殊奥运日前在洛杉矶盛大开幕 圣火队以接力方式在歌手艾维尔的歌声下 成功点燃圣火 光芒四射的烟火也相互辉映 宣告2015夏季特殊奥运正式开始 今年全球共有165个国家超过7000名选手参赛 中华代表队80多名队职员穿着蓝色外套出场 乔邦们在观众席上挥舞国旗替中华队选手加油 中华代表团长吴秀莹表示 这是过去从未发生过的情况 大家看到国旗都很开心 洛杉矶相隔43年再度举办特奥 美国总统欧巴马特别以影片表达注赫 第一幅人民雪儿则代表出席 他致辞时指出他和欧巴马打从心里喜爱这些选手 并比他们伟傲 中央社记者吴邪超洛杉矶报道 中华特奥代表队远征2015洛杉矶夏季特殊奥运 第一天比赛就传出国精好成绩 女子游泳选手曾怡轩挑战200公尺混合式比赛 虽然只有他和另一位选手参赛 他奋勇游出三分四十六秒的成绩 首度参加特奥就拿下金牌 很开心 很高兴 谢谢爸爸妈妈让我学游泳 感谢协会 感谢协会 曾怡轩在颁奖典礼上开心地竖起双手大拇指 为自己的表现按赞 宜萱他对自己很有自信 然后他很希望自己能够展现得很好 然后来比赛的时候 他也是一直把这个信心带在身上 所以他最后还是拿得了第一名 中华代表团这次共有五十八名选手参赛 分别角逐前进游泳桌球雨球 南篮 滚球 轮鞋和保龄球八个项目 接下来还有一星期的赛事 等着中华健儿来写下记录 中央社记者吴邪昌 洛杉矶报道 唐将首届法治奖得奖者 南非大法官奥比萨克斯 在去年获奖后 今年决定将拨用其中一千万奖金 成立奥比萨克斯宪赠与法治信托 为投入研究改建监狱为宪法法庭 并记录南非宪政改革打下基础 Tang Foundation 提供了钱 为研究 为新年代的计划 为了解训练 钱会很精彩 而比作为两个特别的计划 奥比萨克斯宪赠与法治信托的成立 共有五名成员 除了萨克斯本人及他的妻子凡尼莎为信托主席 包括大法官欧黎根 沙丹尼亚及辩护律师巴瓦等也名列其中 唐奖基金会未表支持 执行长陈振川日前也代表基金会前往南非开普敦 与新托代表萨克斯签署双方协议备忘录 强调伙伴关系 将新手抄目标紧密合作 执行长陈振川日前 使用唐奖的一千万台币成立的信托来延续 它推动法治这方面的理念跟作为 透过这样一个trust的成立 基金会将跟trust成为很好的长久合作的伙伴 扎克斯表示许多人以为南非制定新线是个奇迹 但其实不然 它是由许多感人的真人真事累积而成 一如改建监狱为宪法法庭的背后 同样有着发人省思的重要意义 值得记录与保存 新托成员沙丹尼亚也肯定 扎克斯对相关研究的贡献 此外由于台湾中央大学于2006年 发现新行星决定以萨克斯来命名 陈振川也在签约现场颁赠赠赠给萨克斯 以公开彰显其法治成就与努力 中央社记者徐梅玉 开普敦报道 中央社拥有阵容最坚强的新闻团队 全球布局居台湾媒体之首 将近30个据点分布五大洲 以台湾观点掌握全球脉动 南海争议持续延烧 中国大陆和菲律宾就南海领土主权 各执一词引发两国关系紧张 菲律宾多个民间团体 24号聚集在中国大陆 驻菲律宾领事馆前 抗议北京在南海的造岛行动 世卫团体包括左翼激进组织 宗教人士 机车歧视团 共三百人 呼吁中国大陆遵守国际法 解决南海争议 原住民妇孺孺刘则穿上传统服装 手持标语指责中国大陆侵略南海 有如恶霸行径 还有示威者拿着飞弹模型 上面写着中国离开字眼 反对中国大陆的侵略行为 现在我们反对中国大陆遵守 国际遵守 经济遵守 社交遵守 经济遵守 政治遵守 非律宾反中示威活动不断 这次抗议群众情绪较前几次更为激动 非律宾动员一百名警力到场监控 防止民众脱续 酿成严重冲突 中央社记者菱形健 马卡帝氏报道 江汇丰麦演唱会进入第二场 吴斯凯担任表演嘉宾 好交情的两人 除了在台上牵手拥抱 还合唱《秋后一吉尼》 这也是十九年前录唱后 两人首次公开合唱 让粉丝大饱耳服 但吴斯凯也笑称 原版马上变绝版 原分讲到这里 我还是真的很深 二十六年以后看到你 只有四个字在我身中 有非常非常多的感想 你想猜哪四个字吗 猜不出来 不是那种什么人生无常 是是难料之类的 不是那个 不是不是 我真的 我真的觉得 青春永远 这有好大音乐 你这比辰人 年龄的人都没变 都跟他一变 因为明明他知道 你还在那儿 你要出事就几年了 第二天 江汇第二场依旧感性向歌迷喊话 他说可能没办法全部记住你们的脸 但是会记住这是最后一次见面 现场迷难感伤气氛 二姐唱到亚洲送给歌迷的告别单曲 幸福的温度时不禁泪洒舞台 粉丝抱以热烈掌声回应 将会则感谢大家的支持 中央社记者徐兆昌台北报导 但您关心更多国际消息 美国国会通过贸易促进授权法后 新一轮跨太平洋伙伴关系TPP谈判 在夏威夷登场 部长会议随后在28号到31号举行 并且在闭幕后特别召开记者会 明显有别于以往的安排 外界也预料 这次召开经贸部长会议 可能完成最后阶段磋商 敲定贸易与投资协定 更多后续消息 请持续锁定全球视野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在华视新闻资讯台 和中央社网站都有播出 我是吴依林 我们再会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our 我们的视频 您的喜欢题 我们的一些 感谢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我们的支持 我们的支持 欢迎订阅我们的支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